第二天是三眼的一天三餐 海底老大吃飯 早上一小時到一口飯 這個便經 無臺 我想得到一個肉質的吃飯 可以跟你們一起吃嗎 可以啊 確實 剛好遇到我的超級粉絲 Happy Birthday Dodo 謝謝 謝謝小吃 吃多一點 如果吃這個的話 會有驚險 好 吃飯 吃飯 謝謝很開心 好啊 需要 多點 見到大家 早安大家 開始了 我的一天只吃大碗麻辣乾麵鮮火 真的很開心 因為你想像一下 一天只能吃大碗麻辣乾麵 好興奮喔 很難 不想 當然不開心啊 怎麼可能會開心啊 九尉的陳花的計畫 他们应该吃得好好吧 早餐跟海底捞太羡慕了吧 但是我要加油啊 这个跟上次的那个秋豆腐的时候一样 那时候我超不喜欢秋豆腐 但是通过计划之后 我可以接受秋豆腐了 虽然最近我越来越浓吃辣的东西 可是那个甜度的辣的话 果然还是受不了 通过这个计划 我会浓吃辣的东西 这样的结果的话真的很棒 今天我要决定规定吧 上次那个开箱的部分的时候也说 大碗麻辣干面 其实有很多辣的浅度的种类 我们平常在计划里面吃的是 天下第五辣 可是那个我们已经证明了 吃不完嘛 所以今天不挑战那个 今天的我的目标是 可以吃完重辣 应该这个也非常的辣 可是我没吃过 然后有三餐嘛 所以我想要尝试看看 不一样的辣的口味 到底他们做的干面好吃的吗 顺便调查一下 我不想 但是... 出发啊 好我买好了 我的好朋友 橄榄油 应该其他的种类也非常的辣 所以我还是很怕 余方万一 我准备橄榄油先生 买到了哦 看到了 好久不见了 你还好吗 走吧 太可怕了吧 没关系 今天我应该不会用这里吧 真的笑到了 上次我没有注意到有这么多种类的面 大概五个种类 那个馄饨也有 基本上都有那个四个种类的辣度 轻轻辣轻辣中辣重辣 我比较好奇大家吃什么口味 我现在是在哪一个位置啊 应该清辣吧 适合平常有在吃辣的人 也不算平常吃吧 接受度比较高一点 中辣在外面都吃很辣的人 很辣的定义是什么 麦当楼的金辣鸡嘴巴酸吗 还是马来西亚的 Extra Spicy Ayam Goren 那个辣的甜度的话我还可以 中辣在外面吃东西都不觉得很辣的人 我会觉得辣 应该中辣也非常的可怕 可是现在第一餐嘛 应该清辣好了 然后第一餐第二餐第三餐 越来越提高他们的辣的level 先清辣 第二餐是中辣 然后最后一餐我挑战中辣 还有其实很多种类的 我想吃这个 麻辣鸡酥干面 好 到了 这个是清辣的 可是我刚刚看到第一部有这个 很红色的油油 这个不是清辣吗 太多分了吧 我这个应该可以吃有自行 但是现在温度这个味道 我有点害怕 吃看看 原来原来 这个我可以吃 可是比想想 两倍辣 因为听到清辣这个名字的时候 第一次这样子个人吃 可是 这个很辣耶 韩国泡面大概两倍吧 可是我觉得这个味道好吃 这是可以享受 好吃的辣 还有这个面 我第一次吃这么多的面 这个很面 很QQ的 还有这个鸡肉 哇 这个鸡肉很好吃耶 很嫩 像那种鸡肉放上面的鸡肉的感觉 很有味道 这个面真的不要洗 一定会苦手 很辣耶 越吃越辣 开始流汗了 可是这个太快了 我现在不能用这个 这个是我的秘诀 所以我其实刚刚点了一个汤 我刚刚点了贡王汤 我刚刚点了贡王汤 哦好喝耶 哦好辣 想吃不一样的口味 贡王好脆 对面的座位的他们 好像挑战第五辣的那种感觉 他们好像九个人一起来 然后挑战出一碗 大家带牛奶啊 不是 不行 牛奶没用啦 这个才对了 我们研究了 在这里有提供食 可是今晚不要喝水 我已经学过很多 还有这么多 哇很辣 你看 平显麻醉巴肿起来了 不行不行 练辣练辣 吃贡王 这个真的 越接近底部越辣 因为上面有辣粘吗 这是轻辣耶 你知道轻辣是什么意思吗 轻轻的辣 可是那个 应该在吉他店的话 重辣的那种 哇很多鼻水 现在还好 脸有点红起来了而已 可是我的筷子皮上 就抖起来了 不能停 真的不能控制 可是看一下 我快吃完咯 很辣很辣 哇 虽然是轻辣 可是有莫名其妙感动的感觉 吃完以往 好险我这次都没用 刚来有个水 但是我有点担心 中辣跟重辣 轻辣这么辣吗 有点可怕耶 怎么办 反正我饱了 我的肚子 硕着很饱 那等午餐的时间吧 轻辣 轻辣 哦有很多种类 中辣 第四个 哦你们用很多种类的辣椒 我们要弄多个清辣 那我想问你 我刚刚吃轻辣 然后我接下来想吃第三个的中辣 大概几倍辣 二十倍 十倍 好 现在我到了公司 因为今天刚好有会议 所以旁边有 你好 那要开始会议吗 想要开始啊 但是我先可以吃一个饭 你认真一点 这个是会议啊 可是肚子饿的话 不能专心会议吧 哦你吃什么 牛肉面吗 不是啊 我要吃那个大碗麻辣干面 原来 什么原来啊 大家看我打赵赞幸福吗 一定要看哦 正常但是我有进步啊 我吃完了 太厉害 不是那个 我吃的是轻辣 可是我真的知道 轻辣也很辣 嘿嘿嘿 真的不是轻辣的 那这个呢 这个是中辣 辣一定不行啊 你看 不好意思 我有会议 所以我有理解 没关系 这个我一个人挑战 我刚刚买的 其实不一样的种类哦 这个是 鱼肉跟鱼肉的内脏部分的麻辣干面 看起来真的好吃哦 里面有很多内脏部分 我看到鱼耳朵 跟上次一样 外带的话 看起来没有很辣的感觉 谢谢 那么吃看看吧 中辣 我真的现在嘴巴里满满的口水 我的嘴巴自然放映 这个我还没用嘛 还有这个 咖啡先生 应该有这两个的伙伴的话 可以吧 吃 嗯?意外的可以吗 然后再回来加吧 嗯? 哇 后心后心后心 哇嘞来来来来来 啊 这个真的比不上刚刚的青辣耶 好像真的有五杯辣的那种感觉 可是比想象还好 因为我以为十杯二十杯这样子 还有这个 鱼耳朵 哦 好脆耶 很有味道 可是这个很辣耶 它们比较辣 这只也一样 不要洗面 好辣 跟Pedesky的差不多一样辣 两倍的辣 可是我这个应该可以吃完哦 我不会吃 我的脸变红了 可是我现在这个 不要喝咖啡然后干奶油 如果喝的话 我也去 先忍耐好了 还有 这样的鸡肉的 你看我现在已经开始发抖了 好吃好吃 鱼耳朵 鱼耳朵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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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 谢谢啦啦队 哇 你的脸 他也来了哦 看 看 很开心的 看到吗 你有发动耶 真的吗 大碗麻辣干面条蛋啊 一点只能吃的这个 哦 哦 他脑袋空白真的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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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大概你看一半啦 可以喝吗 同意 要想一下 如果喝这个的话 现在结束 可是这个是自己给我的条项 不要放弃 过来等一下 哦 咖啡 你OK吗 哎 咖啡好喝耶 我故意买很苦苦的 因为甜的不行 真的不能忍耐 咖啡好喝 太厉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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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 救救我 你看 剩下这样 看起来很少 可是对我来说很多 我先休息一下 我刚刚休息了 继续吃吧 但是我有一种 越来越习惯的感觉 味道的话 第一次吃的鸡肉的 比较好吃 有浓的味道 这个可能是辣的 我没有感觉到 那个好吃的味道 但是你看 吃完了 差不多吧 吃完了 真的比不上清辣的辣子 这个我等一下 应该会死掉吧 但是我想试试看 最后的重辣 我先休息一下 现在天已经黑了 然后我 又来到这里 为什么我又来到 真的很便当的计划的感觉 这次的最后一餐吧 所以我要挑战重辣 但是 我第一餐重辣的时候 已经辣到疯掉了 所以我试试看重辣 然后 可不可以吃很多吗 还是可以吃完吗 给自己的挑战 麻辣加菜肉丝上面 重辣 好来 刚刚那个店员 我又来了这样的感觉 然后我跟他说 我第二餐吃完了那个重辣 然后他说 嗯 对 已经变好朋友的感觉 你看 第二餐吃的重辣 完全比不上的颜色 很红很红 然后现在 温度这个味道 真的很不一样哦 然后我旁边点了糖 希望这个糖有超过 我的好朋友也在 加油 然后我吃看看 今天我吃一条 麻辣 很辣 很辣耶 当然很辣 可是我刚刚只吃了一条耶 中辣清辣 没有这种反应 可是中辣有点不一样 我吃这个肉跟渣菜 这个渣菜跟肉是好吃的 可是面的部分 完全不能感觉到好吃的 太辣了 但是我还是继续吃了 又开始这样 都滑很软 面开始红辣 边喝汤边吃面 超辣 开始发抖了 黑白吗 吃吃 我先吃黑白 让你吃 哇 哇我快不行了 咳咳咳 你看 本员们 开始流眼泪了 好可怕哦 我先先试一下 抱歉抱歉 我不会勉强 我会自己攻击 如果不行的话 真的会放弃 可是我还可以吃了 好像现在吃到 三分之一吗 应该可以说 中辣的五杯辣 感觉是这样子 它们后心就不一样 后心的辣的感觉 一直都留在嘴巴里 可是果然比起天下第五辣 还好 那个真的一条不行 可是这个我现在吃 十条以上 我现在休息一下 吃这个炒菜 吃耳朵 好吃的 因为这个跟面 一直吃的话 那个面的味道应该会更好吃一点 可是辣度没有改变 我再看看那个面的里面 大口 有点害怕 Mobile 真的 bitcoin 有效果的 感觉 但是 单纯吃 panel 没 damit好吃 我的天啊 好危险喔 我的肚子 Portal 很累 這麼怪的反應 這麼怪有反應嗎 哇 粉圓麥 看一下 我吃很多 大概剩下三分之一 差不多 可是應該從這裡是最幸福的 因為越下面越辣 底部有那個辣醬的味道 好辣 後面很辣 辣到瘋掉 現在很可怕喔 自動我的筆跌會流下來 終於到這裡啦 最後一個 再一次 算過吧 終於吃完了 哇 你看 天啊 太辣 到現在一直都辣 我可以先回家嗎 然後我先要休息一下 好 結束啦 我終於回到家了 現在完全沒有吃 真的真的 也沒有拉肚子 不好意思 但是剛剛我吃完之後 真的 我沒有記憶 所以我在這裡拍結尾吧 一天到晚麻辣乾麵 生活結束了 首先感想 真的很辣 他們賣的東西真的很辣 不管是 青辣 中辣 重辣 都很辣 可是我個人覺得我真的有進步 雖然我用一些 橄欖油啊 或是喝他們的湯 但是還是可以吃完 重辣 我自己也有點嚇到 原來人類是可以進步的動物 我自己見面好了 還有這次我選這三個的理由是 只是單純想介紹他們的口味 因為我們挑戰的那個天下第五辣 那個是真的不能吃 那個是東辣的 大概20杯辣 不只吧 30到50杯 然後沒有介紹到他們的 好吃的料理的部分 其實我這次覺得最好吃的是 果然是輕辣的 這不是因為辣度 但是雞肉的肉絲的麵 那個肉絲的部分 非常的好吃 其他炸菜跟他們的內臟的那種 我覺得還可以還可以 還有小菜也很多 然後我剛剛吃的豬耳朵也非常的好吃 那算是挑戰成功吧 天下第五辣 真的抱歉 那個真的沒辦法 可是我自己可以吃完重辣 好 那今天的影片到這裡 如果還沒有看 前天俊強挑戰的 1.3餐早餐生活 昨天參與了 1.3餐海地老生活 還沒有看的話 一定要去看 影片下面放連結喔 那今天的挑戰影片結束 謝謝大家 越來越可以吃辣的 2.3餐海地好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